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进去锁定新台湾星光大道 马上回来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台湾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社会新闻 不是说都有这个涉嫌在暴力讨债啦 或甚至是破获什么暴力讨债集团的吗 那么往往在经过揭露了之后 才知道说现在的这个暴力讨债 手段层出不穷 甚至呢也有很多一些残忍的手段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在台湾 我们听到这个暴力讨债觉得很稀松平常很多嘛 但是现在呢竟然是有台湾人跑到新加坡去 也是去做暴力讨债的非法勾当 但是呢却遭到了严刑重罚惨遭鞭刑 好 两个台湾人呢到了新加坡去 结果呢被判刑了七个月 但是另外再加你十五下的鞭刑 哇 这个十五下的鞭刑怎么打呢 听说非常的恐怖啊 打三下就很了不起了 人大概已经就差不多了 受不了了 何况是十五下呢 好 东豪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说到了这个鞭刑 哇 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原来早在这个两千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也曾经有人提议说 乱世用重点 也应该来学学人家新加坡去施加鞭刑 可是后来不了了之 因为主要那时候是因为资产不好 然后那个时候余正宪当内政部部长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是2001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学新加坡搞鞭刑这件事情 其实在政府里面一直都有人在讲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具有嚇阻作用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有完青少年犯罪这一块 还有那个飙车刑的时候 但是这个鞭刑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在新加坡 倒是要真的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们有很多规定 法律上的规定我们不熟悉 比如说今年 那个有外国人 在新加坡涂鸦 就是他在他那个 在那个 pub 区喝醉了 然后就涂鸦 涂鸦是可以判鞭刑的 那你吐口香糖 他甚至也都可以 处于鞭刑 那鞭刑对新加坡的法律上来讲 他是一个重刑 你触犯他的法律的时候 你可能判他的徒刑 然后他给附加 有的时候他这个单独成立的 那他主要是嚇阻作用 那像如果说 比如说像这个台湾 我们这个两个台湾人 跑去新加坡 你去这个重力这个暴力讨债 新加坡本身在这方面来讲 他在反黑的相关法律上面是蛮重的 那你这个 这个执行边刑的时候呢 如果承受不了 他如果估计你承受不了 还可以分歧执行 那整个来讲 我想光景等一下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 整个来讲 边刑基本上来讲 除了让你身心受伤害之外 他还有心理的恐吓作用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 你就不会去做坏事 其实人性其实有点贱 你今天受到这些处罚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本性复发 所以整个来看 新加坡这个东西 你要运到台湾来 恐怕不容易 因为我们总统才刚刚成立说 要成立这个人权委员会 这个是委员人权的 所以我们大概台湾看不到的 是 我更正一下刚刚讲的这两个人 被判15下边刑 其实不是只有判7个月 一个是被判24个月 一个是被判21个月 所以星期其实也还算相对蛮重的 好光景我们就有点好奇了 你看那时候我们曾经有官员 包括像张伯雅 那时候在当内政部长 还有高雄县长余政宪 那时候他们在当官的时候 都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来用这个方式 可是没有 一定有很多人一方面谈到人权 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实在是太残酷了 很残忍 边刑到底是有多么的痛苦 因为我所听到是说 三下就会让你觉得 已经大概快受不了了 的确 新加坡的边刑是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我们过去在一些节目中也谈过 而且他们的这个罪名 有40几种 它是属于强制刑 所以说你不能够讨价还价 你也不能够减少 那包括哪些呢 包括你强劫抢劫贩毒 这些都是 包括你运输跟贩卖枪支都是 而且你还有非法拥有武器 包括长刀匕首都算 那最轻的 譬如说你想看你去 刚刚都好讲涂鸦 还有你破坏公务 这些都可能在编刑的范围里面 1994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青少年青年 他在那边新加坡 他就是犯了毁损公务罪 就那时候上钢道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柯林顿 他出面求情 可是其他报道说没有这个事 还这样实行鞭刑 而且他们的那个鞭刑台 有两米七四高 接近三米高 然后有这个三个狱警 而且他们都是千挑万选的 就是他们体格是非常壮硕的 而且平常有受过武术信念 那他们的鞭子呢 有那个所谓的粗鞭跟细鞭 西边是用来打比较年轻的小朋友的 那虽然就是他有15岁以下的 他有一个区隔 但是过去曾经有 7岁以上未满16岁 对15岁以下基本上不用 女人也不用 但是呢 那个他有分粗鞭跟细鞭 他那个鞭子要打的时候 他会前一天晚上泡在清水里面 泡一整个晚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钢容易折 你那个如果是木 他那个所有都是木头做 木材做的 你如果不把他浸泡的时候 他不够柔韧 那你打下去可能断裂 那过去有人传闻说 你是不是前一天泡到盐水里面 你一打进去 哇不得了了 体开肉站不说 很痛苦 这是一个误传 其实他们是泡在清水里面 而且他先前要做健康检查 譬如说你有高血压心脏病的 你才可以免除 否则的话你受这个鞭刑 那曾经有一位这个男士 他在里面受过鞭刑的时候 就是玉琴你刚刚问说 有人三鞭子受不了了 有人一鞭就受不了 他说那个形容说 那个鞭子打进去好像咬进你的屁股里面 然后全身上下呢 只有头发不痛 其他都痛 而且他们打得非常技巧 他们受训练是让你在 最小的面积里面 但是我打的效果是 让你承受最大的痛苦 所以你一边下去 或是三边 甚至有人打到15边 最高到24边 你打下去说第二天 你连蹲厕所都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鞭刑是在新加坡是非常 我们讲就是说有效果的 如果台湾曾经有过这个倡议说 是不是要实行鞭刑的话 我是觉得不妨可以考虑 过去不是发生很多那种 我们说高职生 甚至大学生 他们不是去踢那个毁损公务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对于那些 涂鸦 涂鸦我觉得某种程度是 可能在这个处理鞭刑上面 太过残忍 但是对于那些累犯 就是说你真的看来恨得牙痒痒 而且新加坡是连那个交通 你如果交通事故 你如果是比较恶意的 你第三次的话 也要被处以鞭刑的 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 是蛮有效果的 被恶主 恶指一些那种人 很恶意的 虽然是毁损公务 或者说其他的 我们讲那个内容来讲的话 你给他三边下去 我看他这辈子 狡猾了 对而且你看 这个50岁以下的人 被施加鞭刑 那50岁以上的呢 可能就免于鞭刑的处罚 大概是太痛苦了 那他们并没有做公开的刑刑 那每次执行是以三边为限 伤势复原之后 哇 瓜虎告诉你 至少三个月 才继续执行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痛 孝成有访问过这个受刑人 你来描述一下 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我先讲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我在国王会谈 当时在新加坡海洋大楼 举行的时候 前大概三四天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先到新加坡去 结果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电视 我转开电视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吓到的一个情景 是什么 就是当时的新加坡是公开的直播 编刑 受刑的一个这样情况 但他其实比较长 他比较远 他没有那么近 这样拍这样 但那之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主播 包括那个什么 他们有个执行官 像检查官的身份 他还是有公开执行 他有公开 他是公开的 以前是公开的 对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人某某某 然后几岁住哪里 然后他犯了什么罪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 讲一大罪 所以后来法院判他 是 就是说他在执行的 这个两年期间 要执行三次的编刑 三次的编刑 那他可以选择 以前的时候是比较 他可以选择 那前面的一个情维 就是他还是有医生 要去测量他的一个 这个我是有看到那个 有穿白袍了 什么东西去测量这样 然后这个是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就是他有些轻罪 你会觉得说 新加坡会不会太不 太不合乎人情 新加坡的一个法律 有规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记得当时 我在看到的时候 他有特别强调来讲 一个第一个就是 你是完全的蓄意 很故意性的 破坏什么什么 或做什么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被抓了之后 犯后态度不佳 就是你完全是高拐的那种 像以前的话 像前面提到的美国的 或者像那个澳洲的 有一个年轻人 然后被打边形 他们都是一种涂鸦罪 或者是把汽车这样 把刮漆刮掉 这种毁损的情况 这个时候的时候 他们都都是一样会被打的 那我记得看到那个情况 是他在我那时候 做Wisiting Plaza 那个饭店的时候 他门口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就是算是 门筒吧 人家专门开车门 我后来那边混酒的时候 问他边形的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把衣服撩起来一看 后面剩了一条 大概这么长的一条疤 他那个一辈子都弄不掉 而且实在 他打的位置的话 不能打到他瘫痪 所以他是在那个背 背 背 屁股在上面一点 但是那个位置 是不会打到你的 你的坐骨神经 那个位置的地方 那是很痛的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好 言行骏法 我们看到新加坡用边形 结果在这一次 有台湾人到当地 去做这个暴力讨债的 非法勾当 结果也被判边形了 刚刚其实有听到校成 他在采访经验当中 遇到了一个曾经 遭到边形的一名 这个嫌犯 他后来其实已经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饭店工作 对不对 你刚刚有讲 不过事实上 他那一下 他只被打一下 就非常的痛 而且那个痕迹都跑不掉 然后我听说 好像新加坡的女孩子 要嫁老公之前 还要先去验名正身 如果像刚刚碰到 您所说的那一位 采访对象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嫁给他了 对 我当时碰到那个 他是因为 他是不准进到 那个所谓的饭店大厅的 所以他 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有多次的切到前科 所以他人走到 那个员工区外面 也不像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 他可以穿着这样的 员工衣服 这样走走进去 进去出出这样子 所以他还是有被 有被管制了 有被限制 那为什么这次两个 两个台湾人 他今天会被 在新加坡的话 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除了刚刚讲到 就是说 他因为这是属于暴力讨债 他们对这种所谓的 黑帮组织的 新加坡对黑帮组织的 一个扫荡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历史上面一个传统的观念 他们 我们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到地下钱庄 对不对 他们那边的话叫大尔隆 什么叫大尔隆 我要介绍一下 大尔隆这个事实上 他是像我们常常 广州 广东 潮州 汕头 这边有没有 他们一种话 他大尔隆意思就是说 他本来的时候 因为早期华人移民 到南洋的时候 所谓的东南亚 他那个时候有事实上 很多大家都很穷 他很穷的时候 有时候借贷上面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纾困 那这种纾困 就有所谓地下钱庄 这种就跟着 就从大陆 就中国大陆一起过到东南亚 那这些后面 他背后是什么 都是帮派 那帮派就跟台湾 现在目前的这些讨债公司 是差不多的 或者地下钱庄 是差不多的 这样 那大尔隆是怎么来的 这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那个钱 银元或者是那种 这种钱 他的材质比较 比较 当然比较大 比我们这十块钱大 稍微大很多 然后他们会把他 摆在这个耳朵这边 把他这样子 摆在这样子 卡在这里 他如果是一个标记 就是我拿到钱了 我今天去要钱 把钱要回来了 或者是说 你现在要来跟我借贷的话 这就是个政治标记 这就是个政治标记 这样子 那所以他叫大尔隆 那他有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以前上海的时候 那有一些有钱人 他们专门放贷的 这些人 然后他们就认为 就是说这种 这种的话 因为他们会带一个 像那种 很大的一个 那种金饰的一些东西 他们就认为 就是说 这也是大尔隆由来 那这几年来 不是只有 所谓新加坡在大尔隆 那个肆虐 还包括像马来西亚 跟印尼这边的话 也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这些东西 这些国家 也针对这种华人 因为这个 这个你要做 叫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印度籍的 还做不出这些事情来 只有华人才做出这些 而且他们的一些 这种所谓的放债 包括讨债的一些手段 听说这几年 是跟台湾的这些讨债公司 包括这些 地下钱都要学的 包括什么 泼汽油 丢毒蛇 泼粪 这些东西 所以在当地的话 你只要 讲大尔隆这三个字的话 恶名昭彰 所以如果是这种 恶名昭彰的 一旦是被逮的话 他可能会被判的刑期 就特别重 特别的加重 因为法官的话 在他整个感知上面 他会把它给做一个 材料上面的 可能会比较稍微重一点 对 所以你看像我们刚刚听到 就说被判是判15下 因为一下其实就可能 有的人已经受不了 都倒地不起了 何况是15下呢 而且据说还要分次执行 尤华 那其实所以 真正在施加边刑的 这个人 他可能打下去 要让他痛 但是呢 又不能让他 比方说造成什么重残 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 对不对 对 事实上 各位看 这个是执行官 这种执行官 他要经过训练 经过训练 至少要半年以上 各位可以看到 他那个大腿 跟脊椎这里 他为什么互助 他要打鼠息部的上方 因为这个东西 一痛起来的话 那个中枢神经 刚刚好就在脊椎 这个地方 会直接从脑部 还有向下 向那个大腿的部分 他会散步开来 况且各位看 有的时候 他们为了防止 这个断裂 就是类似藤条的东西 断裂 他会弄一个软皮套 这个软皮套 他平常就要浸在水里 就是你防止他断裂 然后第二个 他就是 他要打的话 大概是一公尺远 所以他受力的位置 通常在脊椎跟鼠息部的上方一点 就是中间 差不多那我指的这个位置 然后打完以后 行刑官就是旁边就有一个护士 这个护士或者医生 就要马上帮他上药 不然的话 他那个伤口会马上并发感染 那种药是有一点香香的 所以这个就是新加坡 他那个整个的边形的 执行的状况 那最重要是打完的时候 新加坡的女人 要跟你结婚之前 他要看你屁股有没有一道边形 好 广告时间到了 休息一会马上进广告之后 待会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